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礼敬六祖会能大师 礼敬六祖会能大师 好 请放长 好 各位三十四 阿弥陀佛 各位现在学佛的人很多 但是学场的人很少 学经典的很多 但是懂波勒经的人不多 那各位我都知道 这个佛法从印度呢 传到中国来 但是佛法现在在印度呢 早就已经什么 已经灭灭亡了 当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 中国的佛法最兴盛 各位 什么叫最兴盛 就是开悟 开悟的人最多的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呢 刚好是唐朝 各位 所以 所以佛法传来中国 中国的佛法最兴盛的时代 就是唐朝那个时代 在唐朝那个时代 如果我们坐高铁 很容易碰到开悟的人 对不对 说不定你去7-11 买一瓶可乐 那个并免就是开悟的人 那个时候这么兴盛 很多人开悟 但以现在来讲 有没有 对不对 以现在来讲 这个开悟比宋德透更困难 那个激励呢 微乎其微了 所以这个唐朝的佛法 这么兴盛 所以以前就没有传 一句话 但是很多人对这一句话 渐渐已经不知道这一句话的来源 这一句话三个字 叫做跑江湖 各位跑江湖 然后里面都是怎么解释 你们都觉得说 一些卖艺的啦 一些扎耍的啦 一些扎耍的啦 卖高药 卖什么高药 狗皮高药 各位真正的跑江湖 这一句话是出自禅宗 那跑江湖它是什么意思呢 各位那个江就是江西 江西有一位很有名的禅师 叫做马祖道义禅师 那个湖呢 就是湖南 湖南呢 有一位呢 石头西前禅师 所以跑江湖的意思 这样你知道了吗 不是跑向湖南 有没有 去请教 马祖禅师 就是跑向江西 请教马祖禅师 不然就跑上湖南 去请教石头禅师 所以那时候呢 佛法很兴盛 相当相当的兴盛 那各位 那我们现在有在跑江湖吗 我看各位 我们都在跑道场 跑三点半 我看你在招罗 所以主位 所以今天我有幸 去读不到 这个六祖禅 各位六祖禅 可以说是禅宗的最基本的教材 最基本的教材 然后它最终的根源 其实是在金刚经 所以我说这两本经 息息相关 各位你读哪一本经都可以 两本经多读呢 当然是最好 因为六祖禅 就是金刚经最佳的注解 所以我说你注解根根本不用看了 你看金刚经的你就看六祖禅 因为六祖禅就是金刚经的注解本 你会看你就这样看了 你不会这样看 那当然就是 退而求其事 就是看看其他人的一个注解 这样 所以我们对 所以我们对这种道理 一定要了解 但是禅这个字 我跟各位报告 禅不用修 禅修才要修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禅修 所以各位 所以我上课的目的 是要让你懂禅 我不是要让你修 你知道吗 有的同学 是不是 自己家都跟我讲 书你都经常说一些 哪听不过哪听不过 我说这样不照处理 说禅修要修你听得懂 说禅你不用修你听不懂 各位禅就是你的心 你的心早就记住一切 你的心在任何的状态 都一样 你纵使没有来读六主谈经 你的心还是那种状态 你读完六主谈经之后 你的心的本来还是一样 不管你有没有来读六主谈经 不管你修不修行 都一样 现在问题是 你懂它了吗 各位你懂它了吗 我们就是不懂它 所以没办法才拼命的嘛 才拼命修 不懂它 所以拼命修 知道吗 所以才跟你讲 所以有的人 所以有的人 有的人找课送金康金 然后网课送弥陀金 对不对 送金康金希望能开智慧 送弥陀金希望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都在拼命修 都在拼命修 各位 就像 就像那一天我们这 就像那天我们这边有个同学不是问我吗 对不对 说师傅你都怎么修行 我想跟着你的足迹来修行 那各位 那我就这样给你报告 我早课就是吃早餐 晚课就是吃晚餐 午课就是睡午觉 你看这样就比较好修 没有梅 哪是要悟 没有雨 哪是要治 没有痛苦 哪是要治 这样 主位 我不要说这而已 我不要说八行 对不对 所以那个禅 禅那个治 对不对 真的学禅是智慧 禅定那是定 那跟禅那是不一样 真正的禅法 一定是不忍 他就是一种智慧 各位他就是一种智慧 所以呢 各位 所以你在 你在读六祖坛经也好 在读金刚经 清经 就是一切不忍经 你要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比较说 各位你会了吗 我也常跟同学讲说 开悟不难 但是能相信我这句话的人很少 我跟你讲 开悟不难 各位 如果是愿意相信我的话 其实我们这班同学 我们这班同学 每个人这一辈子 细有八成以上 会开悟 你相信 但是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 你就按照你的想法 自己去摸索吧 各位你就按照你的想法 自己去摸索 那你想不想听呢 想 想啊 打妄想 故意掉你的 让我掉上了 对不对 但是还是要告诉你 虽然你是妄想 虽然你是妄想 啊 得就是得一法 tyle 无一法可得 这样你知道吗 得 得无一法可得 得一法可得 tangible 德意 armed 我以上所讲的都是波罗經的内涵精神 那各位那刚才那段话我已经给你讲了 那我就给你接个言 我记得呢 前面两节课 这个很多同学跟我讲说 这两节课书好像是 把我们杀的片架什么 然后再过去一段时间 师父常跟我们讲说 你就是佛 对不对 在过去那段时间师父说 其实误分很多种 你们不要觉得 我说开悟不难的意思是说 你要理解佛法是不难的 你要理解佛法是不难的 这叫做解误 是不难的 但是你自己 你自己不知道这个样子 所以你把佛法搞得太复杂 太宗教化 太神秘化 太玄学化 而不明白说 其实佛法是 其实每个人都在学佛法 我不概念 因为每个人啊 因为每个人都有一颗心在过人学 这就是佛法 所以他本来是很 他本来是任何人他都听得懂 因为我们都有心嘛 所以我跟你讲说你有心 对不对 有心教没心教的人都听懂 有没有 谁听不懂 对啊 为什么我们学佛学到之后 我们越悟越说越别人越听不懂 对不对 这个过世一定是在你 不在别人 那这位 我简单跟各位分析一下 我们在读《波罗经》 一开始 就这样跟你解释 他说波罗 有三种波罗 一个叫做文字波罗 一个叫做观照波罗 一个叫做实相波罗 但是这位 这个名词呢 我相信在座的同学 很多人都听过 但是问题 我现在反问你一句话 这三个名词 对你有什么感触 有没有感觉 我看一点什么 一点感觉都没有 学佛法学到怎么 有分不得 就中操了 学到一点感觉都没有 在学什么 啊 今天所讲的道理 各位你看电影 常常都看到 一个字幕 说这一场影片 手印在哪里 知道对不对 那各位 今天的道理 今天的道理 手印在士林 意思说这样的道理过去 过去我没有讲过 过去你也没听过其他法师讲过啦 我可以这样跟你讲 各位手印会 各位这三个雾呢 刚好是三个层次 第一个雾呢 它的层次是最低的 所以我说 开雾不难 指的是第一个 那这位 那为什么有的佛法呢 学老半天 对 他都还不懂佛法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杂乱无章 因为他道庭服说 因为他人云亦云 等一下 等一下那个师傅跟他讲说 你业障重 要送地藏经 等一下 对不对 等一下又跟你讲说 如果你有病 就要送什么经 药师经 等一下说 你想要往生极乐世界 就要送迷途经 等一下又跟你讲说 我看你这么没有智慧 你应该送什么 金刚经 等一下又跟你讲说 如果你想要成佛 你就要读 法经 等一下又跟你讲说 你想要开会 你就应该读 嫩眼睛 等一下又跟你说 如果你要知道 佛门的富贵 就要读 华眼睛 等一下又跟你讲说 你最好 是要深入 金藏 智慧如海 你应该读 大藏经 读到最后 一定变神经 我刚才跟你说 你都在黑白书 各位很多人学东西就是黑白书 自己有 自己想 自己 各位 第一 他不是乱听别人的话 他就是不听别人的话 对不对 他连自己的话都不想听 为什么 因为他没办法做主 你没办法做你生命的主人 你不用骗我 所以你连你的话 你不想听 那各位 既然我们有缘 你今天就听听我讲 相信就拿去用 对不对 如果不相信 何掌令欢喜 好 那各位 你们在读佛话 这样解释有什么用 比如说文字播了 对不对 好 然后 然后你解释就是说 看了这一本经 对不对 看了这一本经 对不对 我就有智慧 对不对 观照般若 对 然后通过修行 就有智慧 对 实相般若 对不对 等到坚信的时候 才是 才是 才是真正的 对不对 大远近自 圆满的智慧 各位 我告诉你 你自己在学习的过程 你都不知道你在学什么 也就是说 你怎么可以一直骗自己呢 各位 你都没有察觉到 你一直在骗你自己 当你不懂的时候 你要马上知道 我不懂 当你觉得说 我纵实懂的 好像对我也不受用 这样懂也没有意义 这样懂有什么意义呢 不受用嘛 对不对 那你懂什么 你说你会解释 我就跟你讲说 你又不是要参加大学联考 然后你又欢意 然后你会填答案 这也没有用啊 这一点用处都没有 各位 什么叫用处呢 学佛法 你就是要懂佛法 单不单纯 那本来你学什么 你学了老半天 你什么都不懂 对不对 学了老半天 学了老半天 只懂了什么 啊我知道 原来我业障深重 所以我这世人 给我们老婆 给我们太太买 给我们儿子 是应该 哎呀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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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知其一 但是那个一 还没有完全了解 各位不是这个样子 各位不是这种状态 那我请教一下 我请教一下 比如说星河 你今天是来学什么 听师父说法 不是啦 你今天是来学什么 六祖坛节 好 狭义的角度 叫做六祖坛节 好 广义的角度 再回答我 你今天来学什么 关照系 知识 先不要这么啰嗦 广义的角度 就是说 我今天是来学佛法 广义的角度 你不要把六祖坛经 跟佛法什么 分开 对不对 在深入的角度 我今天是来学了解我自己 就这么简单 好 那 先把了解自己 先摆一边 先摆一边 既然你学佛 你就要是要了解佛法 那各位 开始现在糟糕了 你怎么了解 对不对 各位 你怎么了解 你怎么了解 然后大家就在想说 是不是有佛教的基础班 中级班 高级班 最究竟班 那我一般一般 读到那一般 我才了解到佛法 这样对不对 最基本的 就是最深 最深的东西 就是最基本的 那你说什么班 怎么办 各位 他们有什么基础班 了解吗 佛法的基础 就是散华印 对 悟道散华印 就灭烦几净 你说什么班 那各位那很简单 比如说你今天 比如说你今天拿到的这本 假设叫金刚经 金刚经 我这么说好了 这本金刚经 里面的文字五千多个字 你只要完全懂他在说什么 懂他在说什么 这叫做解悟 你只要懂金刚经 在说什么 一切佛经都懂 我讲这个话 我负责 你会说师父 对不对 我根基这么这么差 我能懂金刚经吗 各位我告诉你 其实 我们这一班同学 每一个人都会懂 我可以给你打赌 来认为不会懂得举手 我特别辅导 不好意思 你不要让我关心一下 你们都懂 不过我给你问 各位你懂不懂 我先问就知道 来我先问蔡君士 终于提到 我先问蔡君士 我问啦 你最近 你昨天在做什么 稍微讲一下 昨天 对 你那没退化的啦 昨天做什么 你做太多 你才要说得起来嘛 对啦 简单的要讲 你昨天在做什么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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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是你 公修 晚上去 你们也是跟人家 公修 你问我 师父 你昨天在做什么 我昨天做一场梦 我梦到早上跟四个人在泡茶 泡茶当中在谈华语 台湾华语啦 对不对 吃完午饭睡个午觉 上个步 晚上吹口风 看个月亮 就睡着了 今天 又继续 再做梦 太师兄的回答 你满意吗 我不满意 为什么 因为他不懂金刚锦 对不对 我刚才回答 就是金刚锦 我刚才回答 就是金刚锦 来 这个 谢谢 那你明天要做什么 你明天要做什么 你明天要做什么 我明天要做什么 你明天要做什么 新生 对 你明天要做什么 该行就行 该做什么 你明天要做什么 你看我这两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呵 不知道该是颠倒什么 哈哈哈哈 颠倒 要知道哦 各位 因为你有颠倒 我就挑冲跟你叫颠倒 啊 看你知道我去叫啥 我来挑冲跟你叫不对 在梦中做梦时 对不对 明天还不是继续做梦而已 你说做什么 各位,如果你承认你明天继续是做梦 对,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嗨,问你 还有烦恼吗? 没有 还有问题想要问我吗? 还想开悟吗? 万事修业 所以最后结论怎么说 一切有为何,如梦 这样就好了 买太多梦 你一整天都黏黏了就不好 一切有为何,如梦,在这里疼的就好了 这样我就大策大悟了 你还在那儿如梦幻泡雨 如路易如电音座如书观 你是在念啥? 对,你只会念 你在念什么? 你为什么要念? 但是你承认你在做梦吗? 你不承认 因为你不承认 所以你在梦中当中 你就会不断的受苦 你会很苦 在梦中当中 你看这个国家 动荡不安 你看他所有的人 有没有 人心不古 你看他从上到从下 接着你也 地球有一天 海水 会暴涨 所以各位 你几人忧天 你都不知道 你从头照我也都在做梦 我现在又梦到 原本走进教室 你跟着我吗? 所以各位我跟你讲 了解道理的人在学佛法 很轻松 不会呢 摧灰之灵 不了解道理的人 做梦做梦 拼到梦 拼到梦 给你一句话 天堂有路你不去 第一梦门闯进来 好 世德七万 不知道在乌萨 看都没有 那各位 那我现在可以提供给你一个参考意见 金刚金 金刚金只有五千多个字 你觉得你会看不懂吗? 没有信心的人敢唱 那你台湾你弄在那里 我这一步就跳过了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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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你弄响响啊,响响啊,我就跳过就好了,你弄心事吗? 所以我跟你讲,其实是你今天在耽误,耽误你自己,你东看西看东看西看,是这样在耽误你自己的啦,我有说错吗? 所以我跟你说,你再看十年看二十年,佛法的核心重点,你也不见得能抓到,你不要小看节目,这个道理只要一懂的话,其实你的内心啊,轻重很多,你知道吗? 心中很多很多,你现在还没有到这个样子,就是代表你对佛法的道理你还不懂,所以你才什么? 你还满脑子的妄想,你的心还是蠢蠢欲动,你知道吗?你真的是蠢蠢欲动 当时要参加参修,当时要参加佛妻,当时要把八观再建,当时要去做功德,当时要去做联 那你做联的有一些,三个一样,三个联的一样,三个联的一样,七个联的一样,当时要去做过一样 好 我要輸你講阿伯 這十兩年就要涼了 不要給我涼了沒事情 你給我涼了 我剛才會出危店 各位 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講真話啦 你知道嗎 你說好 我輸你來講到我聽別人的 各位主委 要死了 第一個禮拜 第一個禮拜聽任言經 第二個禮拜聽花眼經 第三個禮拜聽花眼經 第四個禮拜 跑來這邊聽台灣法師講 那六十幾天 好 生活很充實 對 晚上回家有沒有 佛教電視台 看幾天 主委 進花就啥 你不是看久了 你不是聽久了 對嗎 不然我幫你問一下 對 家公長 你在做什麼 你就贏得嘎嘎嘎嘎 所以各位 如果你相信我的話 金剛堅懂了 所有的佛法都會懂 第一你要相信 你要相信我的話 你相信之後 你要懂這一本金剛堅 你會在最短的時間當中就懂 我不蓋你 因為它五千多個字而已 你應該呢 你應該呢齁 你應該 你應該在 你應該在 一年 完整到三年 你就應該完全懂金剛經 為什麼 為什麼你完全會懂 因為你一心一意 在讀金剛經 所以我敢說 你會懂 對 你說 我金剛經頭 十幾年啊 對不對 我都不滿耶 那你金剛經 你就每天亮一遍而已 兩遍都在黑白色 你永遠都不懂它 你在送一輩子 你也不懂它 所以各位 所以原則上是說 對 如果我先靜下來 專門讀金剛經 我不相信我一年不會懂 我一定會懂 各位 你以前是因為你沒有這個心 我有說錯嗎 我有沒有說錯 我有沒有說錯 你都不是 有啦 十五我也專修金剛經 對不對 啊 我早上看一看 看完之後 我就坐在那邊 坐在那邊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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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就坐在那邊熟習 一二三四 晚上 晚上晚上 我都給我看金剛法事 講金剛經 各位 全心全力懂就好 好不好 你先不要休息 我的意思是說 你先懂 你先不要醒 可以嗎 你不用 你不用休息 你不要說 師父對不對 對不對 我現在也懂 我也在 我也在修行 對 師父你不是講說要解行什麼 要併盡嗎 對不對 對不對 不知道道理的人要走到那裡去 各位你告訴我 不知道道理你要走到哪裡去 所以很多人 都是背道而馳 什麼叫背道而馳 他越走越乎 對 那為什麼他越走越乎 因為他不懂道理 所以他反而 他走相反的方向 所以越走離道越遠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 在你到了道理不懂之前 請你不要走 可以嗎 你至少可以 留在原地 知道嗎 所以各位知道嗎 當你花生山難的時候 不要到處亂跑 知道嗎 你最好是留在那個地鐵 有沒有 相信我們 我們一定會來救你的 你不要到處亂跑 有沒有 你在那一點停著 各位有的人就是到處亂跑 我哪找不到 有沒有 我找不到你啊 對不對 我只要知道 我只要知道你在哪裡 迷失了 你只要因為停留在那裡 你相信我們 我們一定一定會來的 那一夜的道理 不了解佛法的人 就好像不知道方向的人 不知道方向的人 先停留在原地 你要懂 停留在原地 停留在原地 做什麼 等山上的雲散了 等山上的雨停了 等你的心能静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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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护了 你自然漸漸知道 我應該怎麼走 那一樣的道理 你在尋佛法 你就好像是掉入茫茫的大海 你不知道方向 你完全不知道方向 對不對 你有的方向啊 有時候 越有 離岸什麼 越遠 對 所以游到 有一天沒有體力 你就要溺斃了 所以我會想到未來 半途什麼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體力了 因為它也放棄了 它有沒有奮鬥過 有 它有沒有努力過 有 但是它 方向搞錯了 太可惜 所以我在苦口婆心 勸你 先不要懂 對 先把道理弄懂 先把道理弄懂 那你要提說 那師父 我沒有修 萬一我就這樣 往生了 那該怎麼辦 我告訴你 當你把道理弄懂之後 縱使往生有沒有 你也必身散除 而且你有很有機會啊 對不對 會恢復起來 所以你也不用急 而且我看我們這一般的像 人中這麼長 對不對 天天啊 這麼飽滿 對不對 都外面那麼久 你在怕什麼 所以我意思是說 你書 你書不要再這樣看 要買金鋼金 要買六十彈金 那金鋼金是五千多元 比較少啦 那六十彈金 得了一萬多個字啦 當然你要做人看 心金 我也沒意見啦 對 心金在兩百二十幾年 各位我現在是叫你看的意思是 剛開始不要看註解喔 我不是叫你看註解 你如果註解看下去之後 可能你就看不掉了 各位知道對不對 心金雖然是短短的兩百六十個字 你把所有有關心金的註解都看了 你知道多少嗎 你知道多少分嗎 要不要我調出來給你看 你也發現到我 突然之間什麼 好幾百本心金的註解 你看 那個時候你又把自己搞得很累 知道對不對 你現在又累了 你現在又累了 你又馬上又要累了 我建議你說 你的心金兩百六十幾 太累 我怕你很無聊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都跟你說 金剛金六十幾 有一點什麼 有一點分量 我兩百六十幾 我不知道你到底有沒有這種能耐 每天都看那兩百六十幾 我不知道 對 因為 因為人性我們太瞭解 對不對 人性我們太瞭解 對不對 人性我們太瞭解 你這樣睡得著 我實在是 有點納悶 各位納悶 我真的是納悶 我替你納悶 因為我也知道你的心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 金剛金跟六十幾 都是很好的選擇 都是很好的選擇 不論哪一本 我現在 我現在是 我現在是折中 這三分都要 金剛金折中 它的次數五千多個字 很折中 這五千個字 你會看都懂嗎 我不相信 那你說師父怎麼看 我這樣給你建議 金剛金有分三十二分 你要按照這樣看也沒關係 你不按照這樣看也沒有關係 那各位我請教你一下 你一天看一分的經文 要幾分鐘 幾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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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對 一天呢 對不對 就看一分 看完了之後呢 就不要再看 看下一分 對不對 今天 今天就好好的體悟這一份的道理 這樣就好 不然你很無聊你知道嗎 你今天呢 就好體悟 體悟 體悟 金剛金今天走讀的這一段的內容 用你的方式去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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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月三十二天就看一遍 這樣對不對 三十二天就看一遍 好好看 好好體悟 我不相信你不會懂 我不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 為什麼 因為你有佛性 所以我不相信你不會懂 對不對 所以你有可能在一年之內 啊 我終於懂了 沒有錯 我終於懂了 各位 什麼叫做說 我終於懂了呢 我終於懂了 對 人生是一場夢 假設了 人生是一場夢 現在不是說 我知道 這種道理人生是一場夢 不是這樣 而是 我已經可以感覺到 有沒有 真是一場夢 我已經可以感覺到 真是一場夢 而且我也知道金剛精應該 應該怎麼去受此 各位如果你真的懂了 我恭喜你 當你懂得那一剎那 你內心的包袱 就會忽然之間啊 減輕不少 但是現在問題來了 但是你還不是那一種人 你還不是什麼樣的人 你還沒有能力說 見到各種境界 不執著那個境界 你還沒有那個能力 對不對 對 所以接著 你應該按照你所懂的 道理去做 這個叫做受此 我們常會講受此受此 對不對 你怎麼受此金剛精的呢 各位你怎麼受此呢 我常常在問人家 人家都答不出來 我不蓋你 我說你怎麼受此的 他都答不出來 各位他懂不懂 你聽他講話你就知道 對 你怎麼受此的呢 比如說金剛精就是這樣跟你講嗎 見色有沒有 心要不住 見色身香味觸緩 心要不住 有沒有很清楚的教你 有沒有很清楚的教你 你會嗎 你會嗎 不會不會 不會 不會接著 開始去 去做 這叫做關照 對不對 敢到刻意去怎麼修 不用嘛對不對 因為你 因為你 你每天都活在六成的境界 這樣對不對 那你時時刻刻有沒有在關照 有關照就是修啦 沒有關照的嘛 沒有關照就是混 按按你在修還是在混 你不知道嗎 你只要不騙自己你就知道 對我都在混 跟我都在修這不太一樣 所以各位 所以各位 金剛精的任何一段話 你都可以 你都可以拿來修 對不對 所以這個應無所住 就是說 你面對六成的境界 你都不住 氣化媽咧 來氣化媽咧 看我給你賣 看你煮也不煮 看我給你黑肉 你煮也不煮 欸 好用的很 你就會察覺到 我管你學多久 都是靈魂 都是靈魂 鴨蛋 真的是鴨蛋叫 所以以後人家問你說姓什麼叫 你說說鴨蛋叫 什麼佛叫 對不對 這根本就靈魂嘛 各位不是考試不及格 是靈魂 就是沒有一項是什麼 是及格的 我不介你啦 你也可以去試化媽咧 那個時候 所以會要修行的人 就知道自己完全都錄不在修 所以之外 那你要受死哪一段載曆 看你是要受死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還是你要受死呢 對不對 對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易如電 因作如是光照 你也可以受死啊 你也可以受死說 我還所有相 揭示什麼 希望啊 你也要我 呵呵呵 還在想尾半補 對吧 還要什麼 啊 我好像用電話比較快 如是無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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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我操讓 不要這個樣子 對不對 真正還是要落實在你的生活 那各位 記得注意看喔 所以今天怎麼講 觀之在菩薩 行神 注意這句話 行喔 你行的功夫 剛開始是很淺淺的 你會越行越什麼 深入 所以呢 每個人悟的境界不一樣 如果你行的越深 你悟的境界呢 就越深 很清楚的這樣跟你講喔 行深 那我們剛開始喔 不是行淺 我們剛開始是沒有行 因為完全什麼 不習慣 不習慣 有說錯嗎 嘿 你來把我引 我就習慣了 我把你引 對吧 嘿嘿 啊 我將你幾倍奉還 我將你幾倍奉還 加倍 你也沒看日劇 很奇怪 想到那裡好 你受也受過也知道 他說只要是有人對不起我 有沒有 嘿 我將你什麼 十倍什麼 奉還 各位 這種觀念 感到 哇 現在還變成一種流行的術語 大家都要學這句話 你都不要對不起我 你對不起我 你 我將十倍奉還 你敢會記得喔 那各位 大家習慣喔 對不對 一爆反一爆 對不對 所以各位 所以你剛開始 是完全沒有行 因為你完全 你看到六成的境界 都把他亮掉 你只要見相 你一定是著相 這個是你以前的習慣 我有說錯嗎 對 所以你完全不習慣 啊但是各位 但是 但是修行不配奉 修行只有八個字 神呢 要轉啊 對不對 修 修呢 要轉 轉身 我們以前很習慣的 要變得很不習慣 我們以前很不習慣的 反而要慢慢變成什麼 習慣 我們以前的習慣就是說什麼 見相著相 即見眾生 對不對 見六成 住六成 活在六成 這叫做習慣 那我們現在就要不習慣 見相 我不習慣著相 見六成我也不習慣啊 對不對 揽著六成 接著 我現在漸漸習慣 我現在漸漸習慣 見相 理相 對不對 見六成 不染六成 那就該開始公 恭喜你啦 你的公務開始什麼 有沒有看到 喔 你這麼幹活真的 行生 行生 最後的一句話就是 熟能生巧 無欠博啦 熟能生巧啦 所以不斷的練習啦 不斷的去練習 不用故意去找個法門來練習啦 這樣了解嗎 所以禪本身喔 禪門無門 禪的東西本來沒有法門 這個就是很自然的狀態 他一開始 他一開始就可以氣入無為了 好 那最後一個答案 等到什麼程度 恭喜你 你就見到十相 也就是說你就明先見信了 靖剛靖給你講一句話 是很清楚的一句話 他在前面就跟你講怎麼見信 他在前面就跟你講怎麼見信 各位放開第七頁 第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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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你只要把這句話畫起來 而且人家已經很清清楚楚 教你怎麼見信了 各位第七頁的第五行 佛告虛菩提 還說有相機是什麼 虛望 你把相機那句話畫起來就好了 若見諸相非相 折見諸相 如來 如來就是佛性 見諸來就是見信 你沒有那見信 你瞎一下也見 見諸相非相 見諸相非相 折見諸來 不知道七頁出爐 教你怎麼見信 你幾年最久了 是在想什麼 甚至相互在談見諸相 也不知道怎麼見信 甚至認為說金剛經裡面 並沒有談見信這個問題 沒有 認為沒有談見信這個問題 怎麼沒有呢 你自己都沒看見諸 那各位 那這樣過清楚了嗎 你怎麼 你怎麼明信見信 後來人不知道說金剛經這句說 對不對 若見諸相非相 折見如來 啊 這樣我知道了 我會要了 各位知道嗎 我會要了 我知道要怎麼收 我知道要怎麼明信見信 各位你會懷疑嗎 會懷疑嗎 你不用懷疑了吧 很多很多人之所以 不可以談明信見信 或是說他 他希望說你不要求明信見信 是因為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樣的 明信見信 各位我不蓋你 當他不知道他沒辦法教你 欸這樣的師父還算不錯 為什麼 他自己知道他不知道 念佛他知道嗎 他知道 所以他就教你念佛 因為他知道 他知道念佛可以往生极的世界 因為他知道這個方法 所以他就推薦這個方法 告訴你 有時候不是他不告訴你 因為連他自己都什麼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自己都不知道 真的跟各位跟你講 他都不知道 所以他怎麼推薦你這個方法呢 他沒辦法推薦你這個方法 那這樣 那這樣 那這樣之位 那這樣之位 這樣之位 這三個部分 你覺得 你覺得 你這一輩子做不到嗎 做得到還是做不到 你會覺得很抽象嗎 有沒有很抽象 這個夠具體吧 這個夠生活吧 這個夠什麼 你們對這個概念不了解對不對 我現在問你有問題嗎 來那個寶貴 佛性無形無相 如何能見 因為我要 要不去走向嗎 你知道你在回答什麼嗎 不知道 所以說不知道就好 好 來訓練 對啊 有心無相 怎麼見 可能就是說 如果欠相 分相的話 就是無形無相 就跟你說 極見如來 如無來的無形無相 怎麼見 就是感 相應到 感受到 感受 對不對 感受就受孕了 各位 是 是 是以這個去見的嗎 好 還是那一句話 勇敢的跟我說 勇敢的跟我說 似乎我不知道就好 我覺得他就是說 所有的事情都放下了 你放下之後 你自然就會看得到 如來 那如來 如來就是你真實的 都過 就是你的佛性 其實佛性就在你的 你本身就具足 你只要把它放下 所有的 外相都放下 你會不會看到 看到什麼 看到什麼 就是看到你自己本來 遊走這個佛性 呵呵 來 各位 其實 其實大家對建金這個概念 很不容易了解 因為 它不是這個意思 我先寫一段 益金的文章給你看 對 中文字幕——YK 这个字怎么念 怎么念 你们这样念是不对 现龙在天 这个字其实就是等于这个字 这个古字同用 这样知道吗 要念现龙在天 这一只龙本来藏在什么 水里 浅龙雾用 这一只龙本来是浅在什么 水里 接下来 这一条龙已经离开水面 来到地面 好 所以这一只龙已经出现在的地面上 来 接着看 见相分相 即见 如什么 来 来 来念念看 见相分相 即现如来 你这样听我就是什么 所以参中怎么讲 我们上上礼拜讲那句话什么 即灭为乐对不对 参中都参中把它改成两个字 本来是即灭为乐对不对 把他改成 即灭什么 这样你知道关键字了吗 这个现前就这个现前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见如来的意思 各位 你这样有没有 对以前那个见的感觉 他比之前的感觉相好不太一样 我做一个简单的P给你听 做一个简单的P给你听 各位现在 现在是半夜 伸手不见五指 现在是半夜 然后伸手不见五指 一直到慢慢 慢慢 天渐渐什么 亮了 当黑暗消失了 当黑暗消失的时候 请一下 当黑暗消失的时候 光明 光明 你的执着 你的执着 当这些止急的那一刹那 有没有 止急的那一刹那 就像黑暗什么 消失了 就在消失那一刹那 光明就现前了 张 张 这样你知道意思了吗 张 这样你知道意思了吗 而不是说 要去见个什么 不是 他自然的呈现 他自然的呈现 张各位 所以 心跟你讲说 见性是这一种方式 你不要在那里 你知道吗 对不对 你现在 你现在为什么看不到 因为现在都是一片黑暗 就这么简单 那 当你止息了 当你止息了 止息了什么 烦恼 灰烦恼 挂爱 灰挂爱 生死 灰生死 对不对 凡夫 灰烦夫 圣人 灰圣人 所以 生死 灭烦 凡夫 众生 都是一场梦 对 就在那一刹那 有没有 就现前了 这样口咬了 我看我们好口好吗 各位 我这样 我这样讲 有没有信心啊 有 我有没有很清楚的讲 有 你不用怀疑 我这样跟你还是跟你讲 对 如果你 你说 你师父讲的理论 跟我想的不一样 那你回家再继续想你的 你做你去想 懂吗 师父所讲的好像跟其他法师讲的不一样 你继续再去摸索 主位 我只能够讲说 你不要当你自己 我现在给你讲的这个东西也不是我的讲话 而是事实上波罗金就昏明这样跟你讲 那他给你讲这三个的意思 其实就是三种层次的意思 三种层次的意思 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要在那边 佛法不是说你要学的很复杂 各位你干嘛学复杂 已经跟你讲说 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 佛法只是教你放下 只是这样的 放下你的脑袋 就这么简单 放下你的脑袋 当你的脑袋放下的那一刹那 有没有 智慧就现前的 就恭喜你了 就这么简单 没有脑袋 我们休息一分钟 来下课